本土疫情大爆发 华林县政府在15号宣布了准三级警戒 而正值定期大会的华林县议会 配合中央指挥中心全国防疫措施 17号开始改采书面咨询的方式 共同和华林县政府来配合防疫的工作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华林县议会15号开议决议 正在召开的第19举第5次定期大会宣任总咨询 17号开始采书面咨询 除了避免群聚的效应 也让县府团队能够全力投入防疫 期盼能够守住 华林的零疫情不要沦陷 这次第49届第5次的定期大会开到一半 发生了全国对疫情这么严峻的一个情况 各县市议会也多面临到开不开会的问题 那新北跟台北中央已经宣布 进入三级的一个防疫的状态 华林也宣布进入准三级 议长基于这个情况 所以他召集了紧急会议 决定未完成的总咨询的部分 希望能够改成书面的总咨询 付费通力合作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议长将军表示短短的三天当中 有330起本土病例 5月15号到28号双北升级三级警戒 目前为了因应援京且确诊被证的疫情 换新会决议请县政总执行 还没有执行的议员改为书面执行 以避免情绪效应 让县府团队能够全新重入防疫 记得周恩华史伯老 记得周恩华史伯老